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庆祝真理电台的桥迁的时候 我就是那么深圳的感觉 我一看到这些福音的时候 我们这里电台不就是若汉的角色吗 若汉是天主特别安排作为为耶稣传福音做救世主的一个前妻 按照福音节我们就说 祂是为耶稣基督救世主预备到户 我们这里电台其实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的角色其实就是为天主 借着我们的传播来预备天主的果的来临 让更多的人借着听福音 然后能够认识天主 然后加入这个教会 所以我们真理电台其实这个议备天主的道路 这是这个角色 这个使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真的非常好 那若汉的角色是议备救世主的来临 我们真理电台是做各种各式的 借着传播来预备天主的果来临 让更多人因为听到这个广播 听到整个传播能够打开他们的心 让天主的福音进入 这个预备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是在乡下诞生的 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爸爸到妈妈到山上 很慌 然后种地瓜、种玉米 有一次我就问爸爸说 这种玉米的时候 我看到我爸爸先要把用牛 把那个田地离好了以后 还要去把它弄松土 很多很多的工作 都不会给你 很多少女孩子 都不会给你 很难养 很难养 那你刚才看